你好,我是视频萧,陈文松 今天呢,孙老师来和你分享 做不好视频萧,原来错在这里 如果呢,你没有把咱们第一次课 认真的花费至少三十一分钟来看 而且呢,你没有亲自的把你自己所在的行业 这个关键词,你做这个产品当天关键词 你去搜索的时候 我希望你一定要去自己看 要自己去看到商机 自己去看到这个前景 能不能做,你要自己有个判断 不要听别人去忽悠 也不要听孙老师在那瞎白货 孙老师所演示这个东西 一定是真实存在的 我要让你亲自去看到 亲自去体验到 这样的你去做才会更有信心 好吧 那OK,如果你把咱们第一节课看完了 就是叫七大事实 视频萧销发展前景 这个你看完了之后 然后你再来学习咱们后面这个课程 这样呢,你会更有信心去做 好吧 OK,当然呢 在你学咱们破局视频营销 这个这一套课之前 我建议把新优酷视频营销 看一下 新优酷视频营销 你百度一下就OK了 你就能找得到很多的 好吧 你也可以到收容老师的博客去下载 OK 那我们这个在 主要 今天这一刻主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第一个 为什么你做不成视频营销 第二个 为何你违背了视频营销自动化推广的优势 第三个 为什么百分之九十视频营销 大师都在卖的是技术 第四个 你为何不缺少技术 缺少的是系统和方向 好了 这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OK 那我们第一个 视频营销真的做不好吗 我们永远记得一个事啊 这个永远记住 如果同一件事情 它成功了 而你没有 那只能证明你做错了 或你想错了 而它用对的方法和措施 迈向了成功 所以呢 我希望你一定要记住 同一个事 为什么我们还再要记着一个 为什么同一时间 它创造了大量财富 而你没有 所以这一 只能证明你做错了 或你想错了 好吧 所以呢 你应该像一些做的比较好的人去干嘛 去学习 你要舍得花费时间 舍得花费金钱去学习 然后去学习自用 而不是说 学了之后就那么低了 好吧 那OK 我们第一个 其实很多学员呢 都是这么样认为的 视频营销 哎呀 不就是下载个视频 上传个视频 然后把联系方式一改 完事了吗 是吧 然后就等着别人来呗 就这么简单 但是真正你操作大量的视频 你发现 哎 我上传的200个视频 怎么没有人加我呢 播放量也达到几千几万了 为什么呢 你找不到原因 当你找不到原因的时候 你没有信心去做下去 因为你不知道如何去解决 你看 技术会了啊 下载视频会吧 上传视频会吧 改连方式会吧 上传也会了 但是 最后结果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好 也不是视频要彭音大师说的那么棒 对吧 原因在哪里 你永久不知道 松松老师来和你揭秘 你所操作这个流程叫委员创视频 记者 委员创视频 一定是你的用户 他已经看过了 所以导致他看过的东西 你想想他还会去重复看一遍吗 一个视频都是10分钟20分钟的 对吧 而且不止你一家 网上很多的 所以他没必要浪费的时间 所以他看完一个视频 啊 我看过了 马上关闭 即使说后面 即使说 哎呀 你说孙老师我的前段视频是他看过了 但是后段视频是新的呀 对吧 为什么他还关闭呢 因为他看到了前面 我看过呀 他马上关闭了 别忘了这个事情 所以你应该 你看 当你有到了有了解决方案 你想到了问题 是吧 你才能有解决方案呢 对吧 哎 这是孙老师跟你讲的 所以视频营销 他不等于下载视频 也不等于上载视频 也不等于更改联系方式 你就做了视频营销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 po除掉 只有你po除掉这个呢 你才能会把视频营销做得更好 第二个 视频营销 就是自动化推广 这个没有问题 对吧 但是呢 你违背了 第一个 你刷 你不但去刷 在这里呢 解决了 哎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哎 他的视频怎么刚上传两天 或刚上传一小时 不能放上什么 一两天呢 一两万呢 甚至十万二十万呢 他们怎么得到的呀 往往是通过刷 当然还有一些情况 他可能说他们团队呀 可能有微博粉丝比较多呀 或找一些大号去呀 或者是其他的呀 一些渠道啊 或者他的人脉比较广啊 当然有很多这种情况 对吧 但是刷 一定记着 他是违背了 咱们自动化推广 咱们做视频箱的宗旨 就是为了让他达到自动化的推广 自动化的给咱带来订单 然后呢 至少在一年两年三年 咱不用去做这个了 这就是咱们做视频箱的目的 而不是说做视频箱 让你去刷 刷 只能说让这个视频被封掉 对吧 你互付出的时间 精力和心血都被浪费掉了 所以刷让你从成功走向失败 是最快的途径 好吧 这是我们视频箱自动化 所以千万别忘了 咱们做视频箱不是为了短暂的利益 如果为了短暂 咱直接做别的了 对吧 所以希望你一定要注意 另外呢 我希望你在做视频箱 你应该考虑一个事情 比如说当前你做的这个产品 不行了 那当你换下一个产品 你这个视频能不能用上 往往考虑我们一定要用上的 你比如说 你现在卖的是 这个减肥的一系列的产品 那好了 那你做减肥之后 你发现上传了500多个视频 效果不是很好 但是还是有人加你 你发现你的利润不是很好 你想换了 那你换的这个产品 应该换成什么 我建议你还是换什么 和减肥人群相关的一些产品 你比如说 他还需要什么 需要瘦腿袜 好了 你不现在不卖减肥药了 你卖瘦腿袜了 是不是人群是一样的呀 你把他引过来之后 我们通过什么 说服他 我们告诉他 哎 药物是伤身的 我建议你能用瘦腿袜 或者用什么什么什么 这样的 你看 原来的人群 你还是可以用的 不至于不能用了 不至于你前面 所有的努力都被浪费掉了 这是苏永老师给你提醒到这里头 希望你自己没事的时候 去思考一下 好吧 OK 所以呢 我们走量了 就让你成就了委员创视频 委员创视频 往往我们操作委员创视频呢 第一个 视频营销老师会告诉你 去挖掘视频 到各个视频站 到网盘 到淘宝去买一些视频 然后去 再去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要告诉你去挖 挖掘大量关键词 把这些关键词呢 分配到这些视频中 第三个呢 把这个你下载的一个视频呢 去修改添加你的联益方式 然后呢 进行转换高清视频 然后你就开始上传 如果视频遇到屏蔽了呢 他会告诉你 视频屏蔽是很正常的 另外呢 你这个视频呢 是下载别人的 所以屏蔽没有事情 你就去大量的去做 对吧 然后再一个呢 如果视频盘名不好呢 他说呢 他会告诉你 哎呀 这个视频盘名不好 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每个盘名 他都是不一样的 没有办法 因为是免费营销嘛 是吧 所以呢 他会告诉你 每天不断的 大量的去做 大量的去上传 大量的去修改 大量的去上传 你就认为啊 这就是视频营销了 但是往往 你想到这里头 你会发现 这不是视频营销 这仅仅是一个机器人 在操作的 下载视频 上传视频 下载视频 上传视频 就这么简单 所以一个视频 哎 我们一定要记得 这个事情 千万别忘了 所以一个视频 你有无数的卖点之后 当他都被大量的上传了 那这样呢 你会再有一个 欺骗用户的行为 好吧 那OK 那这个呢 就是关于咱们走量 啊 委员创视频 一定是走量的啊 你不走量 你是做不好的 这一定记着 所以呢 你看一个培训机构 他教你这样去操作的 其他也是一样 其他培训也是一样的 要么让你做视频联盟 哎 让我们让你做这个 呃 大量去上传视频 然后卖你的什么减肥产品呢 卖你的成功学光盘呢 等等都是 都是这样教的 是吧 因为他们的价格比较低 100元 比如说198 298 这样你去了 所以你会被他们 直接给灌输了 对吧 往往最后导致 视频销做不了了 不是视频销做不了了 而是你 选错了人 跟错了人 另外呢 关于委员创视频呢 因为孙老师也是根据 学员的反馈吧 因为有很多人 学员他是 干嘛 我原创视频 他是做不了的 他主要是 为什么做不了 他不是说真正的做不了 而是他没有突破 自己的心理障碍 他认为他不适合做 所以他一直在 委员创视频 关于委员创视频呢 孙老师也 录了一套课程 叫视频源1.0 完全是针对 委员创视频的 但是真正操作 委员创视频 不是说像你想象的 任意视频去下载 任意关键词去挖掘 然后批评量修改 不是的 我们一定是有系统化 有流程的 委员创视频也是一样 我们一定要做精准的 而不是说用量去走 当然 咱们视频源1.0 也是去走量 而我们走的量 是精准的量 所以千万别忘了 视频营销 不是视频制作 也不是上传视频 也不是下载视频 更不是转换视频 也不是修改 连续方式 也不是为原创视频 真正的视频营销 一定是从原创视频开始的 一定是以你公司 以你的产品 以你真正的去通过你的公司 通过你的产品 去策划视频 这才是真正的视频营销 因为一切都是以你的产品和你 还有你的公司为主的 你们所有的东西都是真实的 是值得客户去信任的 你没有欺骗去客户 一旦你做了为原创视频 你就是在欺骗你的客户 当他知道了 你后面所有的东西 即使你的产品再好 你也是销售不出去的 因为你的视频的描述 和你的产品 他俩不对称的 虽然你的产品好 但是你的用户他不知道的 他只知道 我要的就是视频中 提供我的这些 所以真正的视频营销 一定是从原创视频开始的 原创视频一定是根据你的产品 你的公司策划而来的 不是说你随便弄一个 里面随便加个联系方式 这样的你会出现 出力不讨好 有播放量 没有人联系你 你没有成交 那你做的什么视频营销 卖卖的是技术 第一个 郑重你的需求 因为你需要就是这个 你比如说 很多学员 在加入松老师会员之前 都会问的问题 老师 你的视频能不能给我带来 大量的播放量 你的视频能不能提高 我的视频审核通过率 你的视频能不能提高 我的视频排名 这是什么 这是技术 为什么 因为你操作的委员创视频 委员创视频一定会遇到 这几个大问题 而且一般人是无法解决的 真是解决不了 不是方法问题 也不是技术问题 它完全是根源问题 所以很多人都会卖这个 他振动了你的需求 但是松永老师一定是干嘛 让你做原创视频 而且是系统化的去操作 而且让你融会贯通 只有这样你去操作了 你的排名 你不用担心 你的视频审核通过 你不用担心 你的播放量 你也不用去管它 这些东西都是顺其自然的 我们最终要的就是一个成交 这是关键因素 所以你的成交多少 与你的这个原创视频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当然呢 还有一种原创视频 就是说你是获取唯一的 这个视频源 而其他人不知道 就你知道 这也算一种为原创视频 但是这个原创视频的内容 一定是和你的产品细细相关的 完全匹配的 一定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要注意啊 现在你没事的时候 你就去分析你的视频 第一个 你的视频是哪来的 第二个 通过这个视频 你的用户知道你产品大概怎么样 第三个 你的产品 如果录制视频和你的视频 它俩是不是匹配的 一定要记着 你的产品和这视频的内容 是不是匹配的 不匹配 这就是在欺骗 导致了 你只能做一单生意 我们做营销 做视频营销 我们要的是终身的 要他不断的去消费 我们要不断的增加咱们的高质量的产品 增加咱们高质量的原创视频 所以千万 把咱们刚刚错误的一些认为 全都给我去除掉 好了 那关于咱们今天这一课呢 松友老师就和你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 今天呢 你把你今天所学到的一些感悟 有什么想法 我建议呢 用语音的形式 用你的手机 微信录制下来 然后呢 直接发到松友老师的微信公众号 陈松松 完了 一个数字吧 是吧 你也可以用你的微信 来扫描这个二维码 也可以的 来关注松友老师 第二个呢 你有什么建议 或学到了本课 你有哪些问题 你所有的问题都给列出来 然后呢 你发给松友老师 松友老师呢 会抽空给你解决 一定是用文字的形式 感悟呢 要用语音 问题呢 和建议用文字 这样的松友老师 直接看完了 直接就会去回复你 当然呢 你也可以关注松友老师的 这个私人微信 叫松松老师的全评 好吧 你备注一下 就是破局视频营销 就OK了 好了 另外呢 松友老师呢 也欢迎你订阅 松友老师的这个优酷 最新视频账号 这样呢 松友老师上传了 关于视频营销 最新的视频之后 你也能够收到最新的通知 叫短网址 这样就OK了 你去订阅一下 好了 那OK 那关于咱们今天的问题呢 松友老师呢 就和你分享到这里 希望你呢 一定去认真的去学习 以及呢 千万不要认为 视频营销 已经做不了了 视频营销 就是上传视频 就是下载视频 就是修改联系方式 当你真正的把咱们破局 视频营销 这套课程学完之后 你会发现原来视频营销 哎呀 它的前景如此之大 它的这真正的操作内容 我们很多还没有开始做呢 对吧 所以呢 你现在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好吧 那OK 那关于咱们今天的课程呢 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